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46集 我要弄死你 冷眼看着绝地天尊离去 白小春孤傲地背着手 低头看向大地 此刻在这北部 白小春已是第一人 他目光所致 四周所有邪皇朝的修士 都立刻低头恭敬拜见 即便是白小春不属于邪皇朝 可在永恒仙域 尊敬强者已经是所有修士的一种本能 甚至都不需要白小春说什么 很快的就有人 将被绝地天尊抓获的那些通天世界之人 全部送来 当白小春带着所有人 回到了云海州时 他与绝地天尊的那一站 也早就在北部传开 大天使等人 也都从他们在北部几州的案子中 获得了这个消息 对于白小春的做法 大天使等人只有苦笑 不过仔细地想了想后 也都认为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作用 最起码在立威上 的的确确可以做到形成震慑 虽也有一些弊端 可总体来说 还是能威慑不少萧小之辈 总体上 随着事情的扩散 还可以让其他地方的通天世界之人 对于云海州升起更大的希望 解决了绝地天尊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玄九郡曾经引起的风波 也都慢慢平息 白小春对此也有疑惑 他虽没有看出 邪黄与圣皇对此有什么举动 可心底总有一种感觉 关于玄九郡的事情 似乎邪黄与圣皇 在此事发生之前 就应该有所预料 白小春沉吟许久 此时他没有什么头绪 或许公孙马儿能知晓一些情况 可却离开了第二仙狱 白小春也只能将疑惑埋在心底 如今修为已是天尊中期 那第五十一关 就可以去闯一闯了 而且看时间 残善淒凌应该是在沉睡 白小春沉吟后 有了决断 不再疑神疑鬼 而是去了残山上的关卡里 开始继续闯关 时间一晃 又过去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中 白小春出了 偶尔回一趟第二仙狱外 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放在了关卡上 一股作气 从第五十一关 直接就闯到了五十八关 速度之快 远远超出之前 毕竟如今的白小春 战力上与曾经比较 提高极大的同时 他对于这些关卡 也都已经适应了 不过 谨慎与小心 依旧不少 实在是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 白小春 也在计算 气零苏醒的日子 就这样 在第五十八关闯过后 白小春立刻止步回归 与他判断的相似 在白小春回归后数日 气零苏醒了 可却没有发现白小春 这气零化作的童子 很是愤怒 但却没办法 只能认为白小春运气好 等了许久 直至自己再次沉睡 也没看到白小春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推测下 周而复始的 利用气零沉睡的期间 白小春直接闯过了 五十九关 六十关 更是踏入到了六十七关内 直指通过 哼 我白小春想要闯的关卡 又岂能是气零可以阻止的 白小春越发得意的同时 气零那里再苏醒了两次 都没有看到白小春 可却发现 白小春的关卡一次比一次高 气零化作的童子 赤红着眼 不知付出什么代价 生生将自己沉睡的时间 向后拖延了一些 无耻的白小春 我就不惜这一次 等不到你 气零童子眼睛赤红 在这煎熬中等待 终于在一个月后 等待了计算时间后 重新来到残山上的白小春 那气零应该是又沉睡了才对啊 出现在残山上的白小春 四下看了看后 身体一晃 直奔善骨 很快就到了六十八关所在的位置 站在那里又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才迈步 踏入进去 刚一进去 白小春还没等看清这关卡的世界 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一股远远超出之前关卡的强烈杀机 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 好似有风暴 从四面八方 仿佛就在等着白小春一样 在他出现的遗数刹那而来 白小春呼吸一宁 危机感在这一刹 直接就达到了巅峰 脑海更是一片空白 来不及多想 天尊重器的修为 以及肉身之力 在这一刹那 十二成的爆发出来 生生的将身体向后挪移了三丈 几乎就在白小春挪移的瞬间 他的身体直接就传来了 一连串的撕裂剧痛 好似有一把把利刃 要将其身体千刀万剐一般 小半个身子的血肉瞬间横飞 这剧痛 让白小春发出一声惨叫 而这还是他已经挪移后的结果 至于他原本所在的地方 此刻虚无都崩溃开来 白小春 海然的看到 哪些所谓的利刃 正是一片片树叶 这些树叶任何一个都散发出 如同天尊的战力 足有数千上万之多 所过之处风暴肆虐 这一幕让白小春直接就哆嗦了一下 心底呃哀嚎了一声 知道自己一定是中计了 否则的话 这一关不可能如此逆天 该死的欺凌 一定是你 白小春怒吼中尝试离开这里 当发现传送失效后 他立刻对自己的判断完全确定 此刻哆嗦中 白小春顾不得身体的剧痛 急速后退 不死长生公的恢复 瞬间达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 那数千上万的树叶 木然转动方向 直奔白小春而来 没有结束 在白小春的身后 此刻竟还有一片树叶风暴 依旧带着无尽的杀机 轰轰临近 远处还有第三片 第四片 第五片 直至第九片树叶风暴 从四周所有方向呼啸而来 将白小春包围在内 似要将其彻底灭绝 而形成这片树叶风暴的 正是一棵 在远处目光尽头的位置 参天而起的高大巨树 此树似能撑天 树干粗壮 化作风暴的树叶 正是从其身上飞出 折地六十八管 只有一棵树 只是原本这棵树 没有如此恐怖 可如今 不知那七灵童子 如何布置的 这棵大树 已经枯萎的 近乎死亡 可越是如此 他身上的树叶 就越是强悍的 无法形容 此刻 哪怕白小春一拳 就可将这大树轰杀 可偏偏四周的树叶 对他而言 就是死结一般 实际上 别说是白小春了 就算是天尊大冤满 也都难以在这里对抗 除非太古皇者 才能勉强镇压一下 该死 他这是要弄死我呀 白小春这里交集时 那棵枯萎的大树上 七灵化作的童子 与这棵树暂时融合在了一起 实在是 白小春如今的权限不小 修为又高 可以隐隐察觉童子所在 他为了掩饰 只能与关卡融在一起 才可骗过白小春 就是 就是要弄死你 就是要弄死你 这童子咬牙切齿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心底更有决然 实在是他之前 在白小春修为突破 领悟了时光之道时 受到了太强的刺激 以至于他都要抓狂了 付出了极为大的代价 不惜将后面的一些 关卡难度减小 更是凭着这六十八关 从此之后崩溃 这才将这里改造成一个 天尊的绝境 我就不信了 这一次你还能闯过去 说你还能破局你奶奶的 老子就跟你一个像 这气灵童子冷笑着 他这一次是把握十足 断定再没有其他变化了 此刻背着手 得意中傲然看去 白小春没有工夫去观察 气灵童子所在的地方 他此刻眼看四周的树叶风暴 扑天改地的从四周昏明而来 越来越近将自己彻底包围 仅仅是掀起的风就让白小春心惊肉跳 更不用说这里面超过十万的树叶 一想到这些树叶每一片都好似天尊出手 白小春就心凉了大半 顿时白小春的眼睛就红了 他怒吼了一声 气灵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大吼钟直接一拍额头 顿时一道黑光从其口中飞出 瞬间就化作了一口大锅 正是坚不可摧的归文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